明鏡島執政下肥了官員 受了百姓嗎 基層農民苦哈哈 工糧收購價卻13年來都不找 反倒是農業部官員 薪水狂躁 你們自己加了5次 加了17% 你們臉都不會黃 不好意思嗎 你自己都在加薪了 為什麼不 工人加薪 那是兩碼子的事情 我們不能這樣比對 你不要加嘛 貓丁你不要加 你自動放棄你的加薪 你放棄我就跟你放棄 你憑什麼加薪 台鐵基層也沒條薪 倒是董事長剛少任 就幫自己加薪兩萬計大功 再也狂孫 有了民進黨黨政 才能吃香喝辣 那民進黨的官員不一樣啊 我選贏了啊 我選你為什麼不能加薪 選人就要論功行賞啊 不是嗎 加5次太少 加10次 民進黨的官員是這麼重要 還有高高在上 越領18萬的大法規 搞實質性廢死 判死還得先看精神鑑定 跟智力測驗 死求金氏媳婦林玉如 毒殺三個親人 卻因為鑑定之力 只有57可能逃死 藍尾怒嗆大法官太離譜 一個智商一百一的人 他要演成自己是57 很容易 我只要做智力測驗 我媒體都寫錯就好啦 那我智力可能只剩他30啊 我覺得要送精神鑑定 還有要送智力測驗的是大法官啊 所以大法官真的要送精神鑑定 跟智力測驗看看有沒有57 百姓就想為民進黨執政權貴大官 為何能不過民意為所欲為 其層憤怒的權勢基層百姓 記者中成了曹丁函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